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表情那么功夫啊 往后我们俩见面越来越多了 约会也越来越多了 都在晚上吗 是 咖啡厅啊 电影院 就是光线很暗的地方 嗯 完之后我就想白天约她见个面 嗯 没等我说完 说江凯 我们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我是爱你的 但是我们俩在一起 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哼 听这语气越来越像小倩 什么样的女人 白天见不到人 只能晚上见面 我也在好奇 什么样的工作费得晚上出来呢 所以我想到的一点就是她可能是酒托 她不会是酒托的 因为我跟她问过她嘛 如果她不是酒托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有男朋友 或者说她有家世 她坐在特别灯光昏暗的地方 她就怕被别人看到 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叫见光死的 让你在灯光暗的情况下是 模模糊糊模糊糊糊糊 你看着还挺好看 可能一白天灯光一照 这个人的脸上 全是坑啊 全是斗印啊 什么的 有这么一说吗 她又没瞎 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啊 我觉得大家把这女生想得太邪恶了 说不定人正好是事业上升期 人现在白天事情很忙呢 你现在反串演员非常多 说不定她是跟你玩个多句开玩笑呢 也许这三个月以来 你相处的人一直是饼干 那你今天来是 我今天来 我就是要证明给她看 我是专一的 同时我也希望她今天 能出现在节目现场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 不要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消失了 江凯与王梅通过网络认识 两个月后 两人发展为恋爱关系 可让江凯无法接受的是 女友王梅只在晚上和她约会 每当灯光摇曳 王梅出现 有消失的时候 江凯就很难释怀 那么到底是什么秘密 让漂亮的王梅 只在晚上出门约会呢 今天她会来到现场 接受江凯的告白吗 听你的种种描述 我们不足以完全去判断 这个女生是个什么样的女生 但是男女之间的交往 三个多月 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了解 这确确实实是极不安全 这个女生会不会来到现场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女生如果没来怎么办 我相信她要是爱我的话 她肯定会来的 如果她有男朋友呢 如果她要是有男朋友的话 我只能说放弃了 我祝福她 我也不会再跟她联系了 如果她很丑呢 我只要她这个人就可以 真的 真的 如果她长得很丑 不是她所画的那个样子 你也能接受 我能接受 我只要她这个人就可以了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这个女生 是否会来到现场 一睹她的庐山真面目 5 4 3 2 1 请安见